直话直说 由卢军红台长为您主持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 今天是2018年12月21号 星期五是农历的11月15 好那么明天呢就是冬至了 冬至希望大家呢多多念经 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 喂你好 台长好 听见我的声音吗 听见你的声音了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陆台长 感恩台长上次在美国法会分享我的事情 我之前考了九次雅思没到分数线 在观世音菩萨和师父加持下 通过很多叔叔阿姨的助念 妈不停的放生 命中小房子 我自己当时也许愿 一天是两天素后 之后被六所美国大学录取 被六所美国大学录取 在这里我想金字和台长 还有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师兄们 说一声感恩 去你们的慈悲助援 让我可以如愿以偿进入理想的学校 我的英文基础很差 刚开始去美国读书的时候 完全读不懂上课内容 但是我每天都念经 妈在国内坚持给我念经 念小房子放生 三大佛宝 法宝 让我顺利 化解了难关 我第一次一个人远离 反正都只靠自己 妈告诉我 所以我才能那么顺利度过很多难关 这次我放寒假回来了 回来当天早上 危机落地 我就参与了社博台 和师兄们一起做功德 法喜充满 第二天我还参与了大放生 我亲自把卢台长上 看图腾开示的五千条鱼都换完了 我还许愿给自己的药金折面 一百八十张小房子 自己独立完成 非常感恩关心菩萨 感恩卢台长 感恩所有关心我的师兄们 我会好好学佛修心 做菩萨妈的好孩子 恩乖孩子 这么好 关心菩萨这么关心你 对不对啊 多好啊 以后有本事了 对不对啊 不管在哪里 都要为这个 为这个我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自己的 这个这个 这个人类的进步啊 还有这个科学的苍鸣啊 社会的稳定啊 都要做很多的贡献 像你们这么小 学习能够这样好 六个学校录取你 那真的是不容易 说明你有潜力 明白吗 懂啊 嗯乖一点啊 听你讲话就知道 你是个好孩子 很纯洁 千万不要去看那些 乌七八糟的东西 在美国这种 资本主义国家里边 有很多东西都不是 资本主义那些糟粕 就不要再去看了 听得懂吗 啊 嗯 嗯 要乖了 要节省自好 好吧 好好读书 对不对啊 嗯 嗯 乖孩子啊 嗯 嗯 谢谢你 我有个问题 想请教路台长 嗯 请讲 嗯 我每天下午三四点的时候 心情会很低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怎样才能调节自己的心情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每一天呢 一日一年之际再一春 对不对啊 春夏秋冬春天最开心 对 那么一天之际再一成 是早上心情最好 对不对啊 那么我问你 对 如果把把一天作为一年来看 到了下午三四四五点钟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进入了秋天了 是 是不是一天忙碌下来 一天弄下来 有很多的烦恼 就看看慢慢的积累在 一个天快要落暗的时候 啊 这个 这个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 你说一个人的心情会不会受影响 对不对 我问你 一个人从早上到晚上的体温一样吗 温度 不一样吧 没注意过 没注意过 不 不一样的 小丫头 听得懂吗 早上的体温是低的 嗯 你到晚上 它会高一点 高个一分两分的 听得懂了吗 所以情绪也在变化当中 你每天到晚上的时候会低落 那很正常 只是说怎么克服它 明白了吗 嗯 在你情绪不好的时候 你应该做些什么呢 应该做些运动啦 啊 散散心啦 啊 然后呢 跟早人聊聊天啦 打打电话呢 一块功夫就好了 不要去助长这些烦恼心 和助长那些 啊 让你啊 有一些忧郁啊 自闭的这种心情 虽然你不是自闭症 不是忧郁症 但是你有这种心情在那里 那么也就是说 这些元素在那里了 如果你任由他去助长 啊 慢慢时间长了 你就可能会自闭症 忧郁症 听得懂了吗 小丫头 听得懂 听得懂 啊 你很乖的孩子 对不对啊 啊 你这种东西要告诉台长爷爷 台长爷爷就会教你应该怎么样来去除这些烦恼障 这在佛法里边就叫烦恼障 称之为烦恼障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任何一点点的烦事 它都是会产生烦恼的 因为当你的烦恼一点一滴的积累了之后 就会成为一个屏障 一个障碍 那么这个时候就裹出来了 叫烦恼障就出来了 所以在你四点多钟情绪低落的时候 你要赶紧起来走走路啊 买买东西啊 啊 搞些运动啦 或者跟谁聊聊天啦 都会缓解这些症状的 实际上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烦恼的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你要多学会讲话 你要多学会讲话 多跟人家交流 你这个孩子这个性格比较文静 时间长了会会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自闭呀 所以你现在就开始要学会克服 不要让他各种自闭呀 忧郁的元素啊 滋生 那你慢慢时间长了 就会克服这些问题 你听了台长讲了之后 你是不是心情好一点啦 是的 现在要记住了 每个人总有情绪有高有低的 不会一天24小时都非常亢奋的 也不会一天24小时都这么低落的 只要靠你自己调节的 读书 读书有时候很辛苦 用脑用了过度了 人也会有忧郁感出来的 听得懂吗 嗯 那又不是你一个人在读书 你只要先暂时不要谈恋爱的话 就不会影响你太多 如果你要现在谈恋爱 谈得太早的话 那你的读书就会影响很大 你会可能就会整天想着谈恋爱那种事情 那对你的影响就会分散你的经历呀 你听得懂台长的意思吗 那么懂 啊 台长是psychology的 你听得懂吗 所以我在帮你调节 嗯 像你这种孩子要经常有 像台长这种帮你要调节 要control 帮你调节 你这个一到四点多钟 只要心烦的时候 有几个事情可以考虑 一个出去走一圈 第一个 第二个找人讲话 第三自己做点吃的 第四嘛 就自己要想办法运动 最差的运动会打乒乓球吗 我学校那边没有乒乓球 你自己在家里 买个球买个乒乓板 对着墙打 跟台长爷爷一样啊 然后主要是就大多数时间 还是坐在学校的吗 啊 坐在学校里 坐在学校里 自己运动运动 明白了吗 不要去想 好 太多的男女的事情 不要经常 没事有事的躺在床上 这都会 执掌你那些不好的营念的 温饱是盈欲 所以要少接触床 听得懂吗 懂吗 床睡完了就跟我站起来 明白了吗 一个干干净净 非常纯确的小女孩 如果脑脑脑子这些 这种畜生的这种事情 你想想看 你会 你会自己会很伤感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因为你要对得起爸爸妈妈 给你这么多钱啊 让你读书啊 不容易 他们也不容易 所以你一定要懂事情 要孝顺他们 要学成 对不对啊 对自己的祖国啊 对 对 不管对人类啊 都以后都要有贡献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 好孩子啊 这么这么善良的孩子 跟你一讲话 台长就感觉到你很纯洁 不要碰到坏男人 千万不能碰到 碰到坏男人 很多女人一生碰到一个坏男人 她的一生就毁掉了 明白了吗 情愿害怕男人 也不要去随便相信一个男人 听得懂我意思吗 啊 我妈要跟你说 啊 喂 喂师父 你好 师父你好 嗯 师父听得棒吗 恭喜你啊 师父 我是孩子的妈妈 对啊 恭喜你啊 我说你这个女儿 很老实啊 很纯洁 嗯 嗯 对 非常非常老实的 嗯 就是嗯 两周前 我梦见师父在梦中 对我说 我一直在找你 你赶紧去分享你女儿的事情 嗯 所以今天趁这个机会 告诉所有的人 只要坚信心灵法门 三大法宝 可以创造奇迹 可以改变人一生的命运 嗯 自从上次 师父看完图腾 孩子变化很大的 会主动给我发信息了 嗯 文字间感觉 他也是很开心的 但学校遇到事情 都迎刃而解 遇到问题 也会独立处理 尤其这次放假回来 没到时差 就跟大家一起去 涉佛财 积极的参与 做仪式祝念 全程都很虔诚的诵经 嗯 我当时特别感动 嗯 我从没想到过 有一天会和女儿 一起做功德 呵呵呵 会拜念经 呵呵 很感动 嗯 当时我特别感动 就是 眼泪都要出来 就是她会在旁边 跟我一起 我说 你眼泪都要出来 全程四十五分钟 嗯 眼泪都会出来了 师傅你说 我说你眼泪都会出来了 嗯 对对对 她特别感动 嗯 这一切都是菩萨的加持 嗯 我以后会多带着她 一起做功德 嗯 这样她才会拥有正能量 嗯 就是接下来 有几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师傅 嗯 就是 她去美国之后 嗯 感觉有些 就是情绪不稳 嗯 不肯出门交朋友 嗯 有时候还会自厌自语 嗯 想想问师傅 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这是我刚才已经 跟她谈了 已经 我刚才已经 已经给她在心理辅导了啊 就是佛法的辅导 实际上就是相当于 现在讲的心理辅导一样的 就是说 她每一天的情绪会有波动 因为压力 在晚上要黄昏的时候 都会产生出来的 其实不是她一个人 有的人是晚上 有的人是黄昏 听得懂吗 早上的情绪比较好 所以要当心 要注重她 情绪不能过分的自闭 啊 明白了吧 要多跟她讲 嗯 好的 好吧 就是我要跟她 做沟通 沟通对吧 多念经 而且她应该听你的 嗯 明白吗 虽然她对你有反感 但是不管怎么说 因为你现在 学佛学佛之后 还是有变化 明白吗 嗯 对 嗯 还有就是 我和她 一在一起感觉 很难走进她的心里 请师父点话一下 我怎么样能够跟 跟她建立良好的关系 你不要去建立良好关系 就有良好关系出来 你以为你想建立良好关系 她看见你近而远迟 听不懂啊 对对对 做人要 她看到别人都蛮开心的 对啊 跟你有冤解啊 你自己想想看 你老公看见你都讨厌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听得懂 明白了吗 嗯 好的 就是这样 嗯 还有就是 自从她去美国念书 我自己特别挂爱她 特别放不下 请问师父 我要怎样克服这样心情 很简单了 挂爱是什么意思 挂爱就是放不下 放不下就是什么 放不下就是觉得 她很多东西 还没有让你在你的心中 造成一个概念 就是很稳定的概念 对不对啊 那么怎么样来造成很稳定概念 你自己就做不到 那你只有求菩萨保佑她 当你求完菩萨之后 你这种挂爱就会放下 因为你感觉到 观世音菩萨在观音她了 你是不是放心了 你举个简单例子 你放在台长边上 很多家长把自己的孩子 放到台长身边 他妈妈管都不管的 他放心呀 对不对啊 道理一样 你把你的女儿交给观世音菩萨 你不就放心了吗 明白了吗 不要去太担心 这孩子到了一定的阶段的 孩子是有脑子的 他念经的孩子 他会有脑子的 还有师父 就是我怎么样做 才能让他喜欢我呢 不叫喜欢吧 不讨厌就蛮好的 就是我 因为我每天都在给他念经的 然后小房子也是念的很久的 我不跟你讲了 喜欢没用 不讨厌你就是喜欢了 你们前世的愿解 你只有靠这样来解决化解 明白吗 就只有念经对吧 对呀 靠念经 靠菩萨的慈悲 靠你跟他缘经 缘分恶缘的化解 就好啊 因为你像你这种人 就是你小时候还可以 就是到了初中高中的时候 好像 小时候嘛 有依赖性啊 到了初中高中嘛 他看出你的嘴脸了 哈哈哈哈 自私 凶狠 然后嘛 假话骂人 动不动嘛 要讲人家不好了 这种东西 他孩子心里 已经扎下了 对你不好的善根了 没有这种善根在他心中 这是你说怪谁啦 你一个学生 培养出来成了不好 那跟班主任老师有关系吧 对不对啊 对对 好了 没有办法 只有慢慢的改变的 明白吗 你就是对他太凶 太凶了 太严厉了 不是太凶太严厉 你带他凶 台长对我的弟子 也是很严厉的呀 但是你不懂得关心他 又要严格 又要关心你 又没有母亲这种关心 凶嘛凶的咧 那就像恶婆娘一样了 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啊 对的对 对的 到时候就等于 他不听你话了 他不听你话了 嗯 对自从他高中 他离开我到外地区上高中嘛 然后我就特别的内疚 就觉得他变成这样 我我也有很大的责任 你就是非常 你就是没有好关心他 就是你的责任 话都不要讲了 还很大的责任 他怎么听我话了 嗯 这么怪的孩子 那我为这件事情 我为了这个事情 我许愿三坡 一百零八遍离佛 可以吗 可以呀 好好念吧 好吧 嗯 你记住了 你要他好很容易 把你自己当成菩萨 他很快就会喜欢你 人家为什么这么多人 全世界一千万心中 人家都这么爱师父啊 因为我把我自己当成菩萨 这么在做人啊 你把你当成什么 想骂就骂 想说就说 自私自利的思维 狭隘的心胸 不宽广的 这种这种这种意识 你能让孩子尊敬你吗 对的 还怪谁呀 你告诉我呀 嗯 好了 这个我 师父 我看到他就是 嗯 那么不快乐 我心里真的很难过 其实我不是很 多么的奢望他 出人头地 我就希望他能够 快快乐乐的做他自己 有有有 好了好了 做你的菩萨吧 他会快乐的 这是我交给你的秘笈 秘笈 好的好的 这是我交给你秘笈 还有就是 师父 我身边 嗯 就是还有一位师兄 嗯 也是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 一直在求文昌菩萨 有一天 祈求 祈求后文昌菩萨 就用意念跟他开示了 对我感触也很深 我分享一下 心灵法门的弟子 我文昌菩萨 面对所有弟子的孩子开示 你们修行心灵法门 是观心菩萨的法门 是卢君宏师父的弟子 你们修行 你们把希望全部 托给菩萨和你们师父 受不到效果 有怪事 你们有 我听不见 有时是你们众生 自身业力问题 莫要 莫要归罪于外在原因 你看看你们这些弟子 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你们懂如何引导孩子吗 每天只看分数 不看孩子每天说过是算知识 还是负面情绪 你们有没有为孩子的兴趣考虑 只顾及自己的自身感受 哪有甚深处地的为孩子去想 很多孩子也一直在祈求 每天都在跪拜观世音菩萨 今日菩萨特请我文昌开示 你们的母亲和师父 大到爱国爱民 找到你们的孩子都记挂在心中 有这样的心胸 我也是佩服有加 你们这些弟子 一定要在人间好好的真修实修 我文昌菩萨 就会保佑你们的孩子 在孩子原基础进一大步 给未来中国培养一大批 有用之人才 为国家尽忠职守 像你们师父一样 把祖国的传统文化推向世界 也不忘关心菩萨 和你们师父一片苦心呢 希望人心向善 从小佛子开始 你们切记其中奥妙 只要你们父母真修实修 我文昌菩萨正会护持你们的孩子 切记切记 我的分享完了 师父听得到吗 听得到 正能量吗 很正能量 感恩师父 好好努力了 把你孩子教育好 要以生作者 连传生教 听不懂啊 好的好的 师父 你今天 说的我 我突然更加认识我自己了 我会好好改的 我跟菩萨唱会 好吧 真的可能师父 嗯 快一点 师父 我这是路上 你救了我一次又一次 我真的很感恩你的 好好努力了 听得懂吗 我自己都看不清楚自己的问题 你今天说的我都明白了 感恩师父 自己好好改了 有师父在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福气 没有师父的孩子 没人讲的话 谁来讲你啊 一辈子都稀里糊涂过 吃苦都不知道怎么吃的呢 听得懂了吗 嗯 感恩师父 好了 我自己做出很多事情 我要好好跟菩萨唱会 对呀 好好唱会之后 女儿才会对你好呢 很纯洁的孩子 她不会 她不会看得起那些 自私自利的母亲的 听得懂吗 嗯 好了 嗯 听得懂 感恩师父 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感恩师父 再见 师父再见 喂 你好 喂 你好 你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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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还想你好 你好 请讲 我想来问一下哦 那个一个程序哦 听不清楚啊 听不清楚啊 哦 听到吗 台长 听到 讲吧 啊 感恩台长 是非 请问师兄 要问一个梦境 啊 哎 师兄 你直接跟台长讲 我问我自己就讲了 你问他 你要我忙什么 哈啰 台长 请讲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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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师兄 想问一下啊 梦道是说 家里是养了两条狗 然后梦道哦 梦道那只狗哦 啊 跪在 啊 师兄的 先生前面 嗯 他说 啊 那只 那只狗是他的孩子来的 他说 嗯 嗯 啊 狗是他的孩子哦 他讲哦 但是他这个样子是人来的 跪在那边 但是他 狗的名字哦 狗投胎嘛 就是这样的呀 狗投胎啊 哦 狗投胎啊 哦 狗投胎啊 他是男的 对啊 狗投胎啊 嗯 这样是没什么的啦 在家里的 啊 就是说 狗 狗一辈子都是很忠诚 所以很容易 很容易投人胎的 哦 很容易投人胎啦 啊 这样是没什么的啦 就是 没什么的啦 啊 没什么的哈 啊 再去去台长好了 那现在等等一下哈 好 台长感恩你吃贝 请问 有一个孟台长 请问你哦 孩子孟见台长 叫我带五个人 去跟台长 看病是什么意思的 啊 叫你度五个人 啊 叫我度五个人 没有重修啊 这个重修 全部在佛堂里面的 台长主定讲 要带他们五个 去跟台长 那就是说未来有五个人 你可以度的 哦 未来有五个人 可以度的哈 嗯 感恩台长 是贝 还有一个是 一个师兄啊 他们两个 他们去放神哦 放神了 不然上去做一个梦 后到地震 地震的他们两个人 跑跑跑跑 好 然后唯一到语为减 然后他们就念 南无阿尼卡佛佛号 然后就 没有事了 什么意思 啊 那就是 他们在梦中 有人追杀他们了 或者怎么样了 都是一些灵界的东西 听得懂啊 哦 是灵界的东西 对 灵界的东西 哦 刚才想说 才说 天龙还有一个师兄 就是说 他的小孩子哦 他讲他吃素了 脸白白是什么意思啊 吃素了脸白白的啊 嗯 对 他一直 叫我问他 那没事 脸白白的 有两种了 一种就是 本身的营养 营养跟不上 还有一种人家 天生就长得很白 然后他讲 叫我问财长 然后有什么办法 可以跟他补充一些的吗 小孩子 哦 那你吃软磷子 和吃那个螺旋枣啊 螺旋枣 吃几颗的话 有很多很多的 素菜的元素 在里面吸收的 哦 有就这样啊 哦 那个那个 螺旋枣特别好 哦 阿罗生枣特别好了 特别好特别好 如果自己他们吃 伊树树可以吗 多一点伊树树 吃什么 伊树树 什么叫伊树树啊 伊树树就是说 有很多人 那种都没问题 你给他吃好了 都没问题了 没问题 没问题 哦 那么 那么他讲 还有一个问题 是一个 有一个是想去放生 放生了 他梦见 很久很久的朋友了 几十年的朋友了 他问他 为什么 你们去放生了 是什么意思 哦 你可以去度他了 哦 这样的情形 这个人你可以去度他了 哦 这样啊 嗯 好吗 哦 好 啊 他人今天就问到这边为止 我感恩你 是非 好 好 再见 好 好 好 听众朋友们 那么 这个 字画字说节目呢 到这边结束了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收听